其實本來就很想做網站的視頻了 那但是因為籌備期比較長一點 因為要找到製作人才 然後呢這個我們的頻寬也要增加 然後我們其實今天也是正式的改版 就是我們原來的這個版面呢全部都改了 然後內容也會更豐富 所以其實哇這個從長期應該有一年之久了 所以一直到今天才開記者會 那包括像納豆市這個姓首年來啊 隨時在我身邊的一個智庫 所以我一定是要用到他 那苦林大哥呢也是因為在節目上重逢 然後覺得說這樣一個有智慧的男人 我覺得一定要從他的人生經驗當中 汲取很多的智慧來告訴大家 所以都是一路上在大概真的籌備一年多 然後一直點滴累積才會有今天看到各種視頻 這樣好像有擋到苦林大哥 對 沒關係 幫我幫你 好姐要不要講一下就是穿上護飾裝 自導致顏的部分 對對對 因為有一個部分是像我們那時候合作的姊妹掏心話 其實我知道好像在各地 包括在大陸 他們都很喜歡看 因為有太多問題是女生自己去婦產科問不出來耶 他們會害羞 那所以我們就找的是 真的是他是有牌有照的婦產科醫師 那我們沒有要做任何比如說大家覺得不好的聯想 而是真正從一個話題給你科學的知識 那所以就是從一個護士長的角度來問醫生說 大家很多疑問 那比如說這個部位是什麼要怎麼樣刺激女生才能達到高潮等等等等 那其實我想苦林大哥也應該有這方面很豐富的經驗 那這樣這是不是對女生來說還有對男生都是很需要的 因為大家到現在做都敢做了 問還不敢問這就很慘了 所以一定要兩者要配合得上 對 有時候如果納豆有講出一些奇怪的顆粒 我也會幫她問一下 沒有…目前還好 所以其實也蠻需要的啦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以 我覺得可以有很多知識從這邊過的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好 對 然後大家就上網的話 可能不會是一些以而傳而的錯誤的一些偏見或留言 反而是正台的婦產科醫師告訴你正確的知識